来了 哥儿几个 加点钢来 来 打盆子 胃不好 吃点凉的 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的 我还是大哥贴心 来 背头 喜欢吃面条 快乐 来 棍子吃不了辣 谢谢哥 吃就吃啊 嗯 大哥 你就大撒把吧 案子交给我们 是不是 嗯 谁造的谣啊 简直是岂有此理 肯定是这个崔铁军 瞒着田队提神 完事了把事赖到我头上 说怎么回事啊 太过分了这是 没有就没有吧 小潘 你激动什么呀 我就随便问问 我听说撂了新线索 了解 了解 如果还有进步的空间 这是好事 齐队 您说的是 回头啊 我帮您打听打听 看他们谁去提的神 不过我个人觉得吧 就算他们补神了 那也不可能问出 什么新的东西 潘师傅 您要的口条 我特地给你多放点辣 谢谢大理 机队 我这也吃饱了 送您个菜 割割口条 哦 对了 刚才小李问我 谁是明提 我个人觉得 咱们全局上下 还在一线呢 除了您就没有第二个 火达赶紧去趟医院 下午一点开始挂号 去晚了没号了 您慢吃 霍儿 来了 吃饭了吗 也不看看谁找我 饭局没散呢 我就来了 说吧 什么事 没事我就不能关心关心你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堂姑 打住啊 咱能不提这茬吗 别有事没事了 就拿那什么八根头 都打不着的亲戚关系 含着我那是吧 行了 有事说事了 我知道你 没事肯定不会搭理我 行 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我要跟你打听个人 谁啊 耗子 大棍子 大棍子让你打听的是吧 你说这老小子怎么越活越抽抽啊 合着自己没能耐 把你抬出来了 你说他是个站着撒尿老爷们吗 没劲 真没劲 是我让花儿帮忙的 大背头 大背头 这么多年了 一点没变啊 活得还是那么卑鄙啊 学会利用女人了 还是自己亲哥们利用女人 什么利用不利用 我眼里只有案子 我和大棍子的面子你可以不给 花儿的面子你也不给 老虎 你知道我戒酒多长时间 今儿我破戒了 花儿 你别管 老夏也是我朋友 耗子把老夏杀了 这忙我必须帮你 花儿 优劣点 花儿 不是我不帮你 不跟警察过事 那是我自己定的规矩 跟我说规矩 跟我说规矩 行了 别喝了 我扶你 行了吧 这也就是你了 行了吧 你们聊 今儿这事啊 咱话得说了头了 天之地之 你之 我之 放心 我们也是这规矩 号的真名 叫贾国勇 以前呢 跟我手底下的沈蓉 是御友 出来之后呢 沈蓉就把她带到我这 想让她跟着我干 后来我发现这小子玩毒 我就没在搭理她 你也知道 玩毒的 那隐一上来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呢 也不愿意找事 后来我 想弄点药吃 沈蓉就说这 可以找号 什么药 想多了 不是毒品 那方面药 哪方面 咱这岁数 有时候 不得得劲 你毒 那为什么要整耗子呢 沈蓉说 耗子有个香好的 是开这个成人品店的 什么药都有 耗子那个香好叫什么 那个店开在哪儿 这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叫她 霞姐 店子离这儿也不远 就在行怀路上 那我还真不知道 展示 他本身是什么 你 传媒 我都能不能购壮 啊 我都能购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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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我还能购壮 你在警保署都待五年了 大棍子 你瞧不起人是吧 可就算真是耗子的相好 万一俩人早败了 这也不是白搭吗 那你有更好的方案吗 这老田一早上给我打七八个电话 我都没接 先别跟他说 免得多事 大棍子 你去探探底面 别整岔了 干嘛让我去啊 咱们仨就你看着身子虚 大哥 想买点什么 随便看看 大哥 我一看你这身子就虚 你怎么就看出我虚呢 来 试试这个 店里刚到的新货 纯进口的 多少钱呢 原价一百 看大哥第一次来 给你打个八八折 八十八块怎么样 六十 你给我个名片 用得好我常来一展摆 七十 不能再低了啊 你不能让我赔钱吧 那就七十 余美霞 喂 我加班呢 你一个搞后勤的 怎么还成全加班 是不是又上哪儿喝酒 砍大山去了 最近领导来检查 要忙 我不跟你说了 准备跟上 准备跟上 怎么才关门啊 这种店都是越到夜里 生意越好 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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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夏呢 肖也没回来呢 老夏回不来了 好 咱们家 这不要是 那有什么你 真是 还渐看 这 spy 我 去uls 明天一大早 棍子 你到派出所局委会去一趟 打听一下 这个侠姐家还有没有别的人 喷子 明天你等我电话来接我的班 今天夜里有个守夜 行了吧你 刚才张华给你来电话 我可都听见了 你今儿再不回去 那非得跪一措一板不可 我守着 你们俩车 等会儿 后面那辆白车跟咱们一路了 这会儿停了半天也没人下来 棍子 带家伙了没有 大孙 你怎么在这儿 田队怕老三位累着 让我过来跟你们换个班 老田 你什么意思啊 你也不看看队家是谁 就想前活 没门 是我让老田找人跟你们换班的 怎么 有意见 我觉 那派人跟踪我们也是你的意思啊 专案组忙都忙不过来 吃饱了撑着跟踪你 找技术科一定位不就知道了 查我们的定位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那得问问你们自己啊 大崔 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你们现在是专案组成员 归田队领导 一天不见人影 也不汇报 我让田队查查你们怎么了 另外还有 你们不打报告私自提审邱远强 又是怎么回事 今天正好都在 咱们就当面罗对面鼓好好说道说道 怎么都不说话了 刚才不是挺横的吗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情况 无组织无纪律 一老外老 现在是破案要紧 等把案子破了 该怎么处罚怎么检讨都行 那就晚了 现在从上到下三令五身 强调警察队伍严明纪律的思想自决 你们个后辈跟年轻个你们 树立的是什么榜样 算了 我今天也不处罚你们 你们三位都是老同志 传出去也不好听 你们脸上又挂不住 但是 这个案子 你们不要参与了 从明天开始 离开专案组 回到院岗位 别的 老郭 这边现在眼看着有点眉目了 你不能让我们半途而废啊 怎么就半途而废了 不是还有专案组吗 那个陈润用品店老板 是什么人 跟耗子什么关系 你们线索哪来的 一会儿好好汇报一下 我们废了半天禁 凭什么让他们见现成的 你这什么话 就是就是 棍子 你太没有觉悟了你 那个 郭局 我觉得您这话说得非常对 我们这次呢 确实是疏忽了 违反了纪律 我深刻地反省了一下 主要是我们仨 离开一线的时间太长了 一直延续着 以前自由散漫的作风 郭局 您的这个警钟敲得非常及时 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您看能不能这样啊 处罚检讨 不能免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这案子呢 让我们仨继续参与 有始有终 代罪立功 小白 你少共张霍悉泥 我还不知道你这张嘴 我不吃你这套 这怎么是霍悉泥呢 公是公 过是过 公过分明 赏罚分清 您说是不是 就因为我们仨 犯了点小错误 就把我们提出案组了 这不是典型的 眉毛胡子一把抓吗 这事要传出去 多影响您 公正言明的领导神像啊 我看这个局长 你来干得了 您这怎么提了还 让你们加入专案组 已经是破例了 灯鼻子上脸了还 我不跟你们废话 一会儿跟田队 交接一下工作 三天 再给我们三天时间 我们要抓不住耗子 我们仨就滚出专案组 在大会上 在全局大会上 做监头 接受出发 挺有把握 说实话 没太大把握 但这个案子 你要不让我查 我一辈子都不甘心 这个案子事关老夏 你不让我们查了 我们怎么面对 死去的老夏 我们三杀机办案子 从来没有失过手 这次可能是我们 最后一次上一千办案了 老郭 老郭 你别做得太绝了 怎么 威胁我 不是 不是 恳求 恳求领导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田队 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老三位办案能力没得说 这么快就锁定了 耗子的相好 对吧 不就是三天吗 我相信一定能够破案 下一步 我全力配合三位的 侦破工作 别 别 我们配合你 行了 别来这虚头把脑子了 既然田队没意见 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三天 你说的 行了 老三位 给你们争取了三天的时间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老田 别以为我们会谢谢你 谁在老郭面前扎着针 谁也明白 你 要 我这好人还当错了 老田你傻呀 这案子要是破了 功劳不照样在你头上吗 你 要 我这好人还当错了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于 于什么 时间紧迫 别再说这些了 老田 你派两个同志 跟我们换班啊 我没意见 另外呢 你给我们一人配一个手台 这样沟通起情况来 比较方便 好吗 另外 再申请一把枪 以防万一 再有什么等我想起来 我再跟你说 另外 再给我们拨一台车 不能一直用老潘的私家车 就这样 我倒没事 记住 给我把优费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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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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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几点回来的 十点 十一点 编 再编 昨天你回来已经一点半了 你老实交代 这些天你在忙什么呢 当初让你去后勤 不就是希望你能够早点下班回家吗 现在倒好比在金针还忙 我跟你说了嘛 领导检查我要加班 我就纳了闷了 在后勤有什么班可加 我跟你说了 迟到了 昨天定一来电话啊 问老夏的事情怎么样了 快了快了 刚发的三份快递全是裤裆子里的玩意儿 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他家里住着一个退休的老爹 小区监控我也看过 根本就没见着耗子的样子 我感觉这女的跟耗子没啥关系了 棍子 给你个好东西 你肯定用得着 一百七 什么呀 能叫老叔发心眼 能叫哭叔开心花 去你个大脚趾头 戴背头 今儿可第三天了 对啊 早知道咱就说五天了 这女的要跟耗子没联系 有多少天都没用 没错 不怕没线索 就怕线索错 要让老田先把人逮了 咱仨俩往哪搁呀 你们俩说相干 听人一句 着急嘛 开饭了 师傅们 谁来呀 有一路红灯 那你不会早点出发呀 我不吃辣椒 饭都不会买 拿错了 师傅 劲儿您的 咱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有点油了 师傅 纸都没有的 油油油油油 有饭吃就不错了 你没听见局里 上下怎么议论咱仨的吗 连坡老矣 就剩下吃饭了 小李是不是 我没听人这么说过 这孩子 戴背头 守住带兔可不是办法 过了今儿 明儿咱们仨 就得从专案组滚蛋了 你说得没错 看来得打打草 兢兢蛇 你们吃着 我就会会这个瞎解 好 小姐 这是你的店呀 怎么了 不认识了 我 老王 上回虎哥组局 跟耗子 咱们一块喝酒来着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老王 我还跟耗子说呢 上回 我说搞点好药 怎么样 生意还好吗 还行吧 那你看看 想要点什么 我给你打个折 就上回 耗子说的那种药还有吗 哪种啊 就那种 试完以后特给劲那种 叫什么来着 知道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豪门礼炮嘛 浩最近干吗呢 怎么都见不着他人呢 他去外地办点事 去外地 手机也打不通 过两天就回来了 等他回来 我让他去找你 这药就送你了 那怎么好意思 没事 都是耗子的哥们儿 别客气 不是 弟妹 你老是说 耗子最近是不是犯事了 没有啊 前两天警察都找我了 问了好多耗子的事 你让耗子小心点 我知道他是 玩这个的 警察都问什么了 就问说 这个耗子家在哪儿住 我跟他怎么认识的 在平安市 还有什么亲戚朋友 不过你放心 我没多说 我没多说 行 那我先走了 有事找我 进这儿没有 今是肯定进这儿 能不能说完 就看今天了 可以确定的是 霞姐跟这个耗子 还有联系 关门挺早啊 有戏 他那两豆子里 装的什么东西 凉油日用品 男是内裤 看来地儿不见的 学历 跟老田说一声 准备增援 好 知道怎么说吗 怎么说 背头还是你打吧 这小子废物一个 不是徐师傅 我的意思是 照实说 还是对田队有所保护 照实说都什么时候了 明白 喂 喂 田队 我小吕 对 我现在跟三位师傅 在一块儿了 他们让我跟您汇报一下 那个霞姐今天关了门 没回家 刚才开着一辆车牌号 为平A3X3A0的车 正在往程西行进 我们现在在后边跟着呢 今天崔师傅去店里 故意点了一下警方正在找耗子 还从霞姐那儿发现了 刚买的粮油水果和南施内裤 并且由此判断 霞姐很有可能是去找耗子了 对 需要增远 我刚才看了一下 程西咱们还没有排查过的区域 和没有监控探头的区域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只有保康家园和城回小区 霞姐很有可能是去这两个地方了 也有可能往更远的郊区去 行 那我随时跟您通报 那你跟您的小区 没想到什么 我这一家是小区 那他只是开门 行 我想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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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吕 可以啊 小吕 可以啊 好 棍子 咱仨就你脸生了 徐师傅这是 让他先去认认门 你通知老田 过来吧 我已经给他发过信息了 小吕 可以啊 有点 我在这里 好 我好 我把你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棍子说得没错 不就一个耗子吗 咱不用等两天了吗 刚才田队说了 等他来了才行动 等他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是啊 毕竟现在还不能确定 耗子到底在不在这里头 要不咱去探探 棍子 我们上来了啊 不是 潘师傅 潘师傅 你不能去啊 别忘了纪律啊 你就好好在车里守着 好好遵守你的纪律吧 对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呀 这线路少了呀 再看一看嘛 跳闸了吧 把闸合上就行了 怎么回事啊 你们干什么 人呢 什么 什么人呢 我不知道 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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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抓了 不是说等我来了再行动吗 费什么话呀 楼上没收拾呢 来 接手 703 辛苦老三位了 来 当警察的就这会儿最痛快 是啊 有日子没这种体验了啊 走啊 花儿那儿拱点 拱什么拱 我得赶紧回家 跟张华请个假 这个案子破了 庆祝一下 张华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办案子呢 我今天也不行 这不是前几天一直没招家吗 今天再回去晚的话 我得给你搓一盘 那你收我 走 师傅们 那我就先跟田队他们上去吧 行 今天表演不错 好 谢谢师傅 站住 你有几条命啊 我问你有几条命 一条 你还知道你只有一条命啊 我以为你属猫的呢 长点记性 别动不动就往上冲 锦绍没教过你啊 先观察后行动 就你这样的 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动脑子 长颈鹿 你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滚 这孩子不错啊 你收我 真把我当车夫了 我知道了 我一猜他就去办案子去了 天天不招家 而且一回家 就神有千里的 方子 被送回来 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 你放心吧 怎么会卖了你啊 不过老夏的这个案子破了 我这心里吧 还真是踏实了 他回来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这不等你呢吗 那边检查组啊 终于走了 终于不用加班了 从明天开始 我回家做饭 大半夜的熬什么鸡汤啊 这不你天天加班 给你补补身子啊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老夏的案子破了 杀害老夏的凶手抓住了 太好了 我是听 抓案组的老田说的 这个案子 如果是你们三叉几破的 就更好了 不管是谁破的 反正这个案子破了 真棒 我一会儿 就去给静怡打电话 把这个好消息呢 告诉她 现在静怡啊 应该是 好消息 大崔 老徐 小牌 三叉几宝刀不老啊 郭局过奖了 是郭局和田队 领导有方 专案组的各位同事配合得力 我们才能抓住耗子 行了 别来虚子了 坐 颜队 说说情况吧 好 通过我们队嫌疑人耗子 也就是贾国勇的指纹采样 确认和杀害夏春生同志的 胸肌上留下的指纹一致 另外 我们在贾国勇的藏身地 城辉小区八号楼七零三市 搜出了冰毒一公斤 自制 土枪一把 子弹五发 管制刀具 三把 经过我们连夜审讯 贾国勇对自己藏毒贩毒 以及杀害夏春生同志的事实 供认不讳 另外 他还供述了给他提供毒品的上限 汤阿祥 通过我们的调查 这个汤阿祥就是整个案子的幕后主使 此人已经于五日前潜逃至善州 我们已经向善州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 专案组决定 派崔铁军 徐国柱 潘江海三位同志 前往善州 抓捕汤阿祥 怎么样 三长吉 跑一趟善州 把这个幕后主使带回来 善始善终 给整个案子 画个圆满句号 感谢国局的信任 别谢我 是老田提议让你们去的 请领导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 那等你们回来 给你们庆功 散会 谢谢 不用这么客气 老三位 我就是做个顺水人情 再说了 办案 我们都得跟老三位多学着点 对吧 善善 给你一个好东西 什么呀 正能让 老树发心牙 枯树再开花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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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吧 好好好 好 好 甲西 香西 应该 你忘记 我心意 我不知道 我将要去哪里 我却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个使命 请你忘记我心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